一部戲當中 有時客串演出 也能替戲劇帶來話題 甚至製造驚喜 有哪些客串角色 讓人印象深刻 一塊來看看 今天的V斗最推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收看V斗最推 我是莫翔珍、小莫 今天要帶大家 一起來看看戲劇當中 讓人意想不到的客串人物 蔡婭姐 浩浩,你好 我是詠信院公關經理林小可 你可以叫我小可留演嗎 小可,小哲,一二一二 小可,你好 不是,不是 你好 你好,我是寶娜 我寶娜 蔡婭姐 勇人很漂亮耶 他現在不就有親和力耶 我跟他女生在哪裡啊 我... 他現在要怕 請我去看一點知名網紅浩哥 浩哥 你的鴨屏有那個時候很好看 很趣的耶 你敢說啦 看他有趣的話 還要訂閱跟分享哦 沒錯 就是百萬網紅好好 也在戲劇當中客串 而且還不忘要幫自己宣傳一下 不過另外一位網紅 也早就在戲劇當中客串囉 請問一下 我知道了 你是要跟我打算一下嗎 抱歉 我現在真沒用 還有啦 我會給你電影 拜拜 沒有啦 你沒問題了 我是來專訪當事長的 請問一下 她的辦公室在哪裡啊 奇怪 三三不是還要做專訪的 是女兒的 你剛才說 你是要來看張宏姐當事長 做專訪的那個網紅嗎 對...就是我 怎麼看起來 不行了 不行嗎 我是偶像型的YouTuber耶 有百多萬人給我訂閱耶 曾經訪問郭台銘的網紅Joeman 就在戲劇當中驚喜現身 本色演出 不過除了網紅之外呢 其實還有明星藝人 也會在本土劇當中意外現身 哈囉 不好意思 這裡像張漢森的腿打 不好意思 對啦 我們最高的 剛才電腿打車 油膜沒辦法一拜 請問這樣才會有 不要跟我說啦 就真的啊 對最高的打車啦 就是我啦 阿富… 謝謝你喔 全天掛過來 當時911的現身 真的是讓大家又驚又喜 炒熱話題 其實不管是電影還是電視劇 客串明星能畫龍點睛之外呢 有時也能帶來話題高潮 下次還有誰會出現 更讓大家覺得格外期待 以上是我們這次的Vido最推 我們下次再會